在游戏中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 有些法师的综合实力本不差 但却从不被玩家青睐 看到他们低迷的出场率 你会以为他们是冷门的下水道英雄 但他们却又在高端局混得风生水起 本期内容阿里要跟大家聊到的三位法师 他们作战实力很强悍 却一直被玩家低估 确实是可惜了 我们话不多说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第一位英雄就是阿里 女娃 很多玩家可能打心眼里 难以接受女娃这个英雄 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女娃在前期的伤害比较刮沙 伤害不够直观和便捷 事实上 作为造物主的她 本身就是一个绝对的后期英雄 保底三件套成型之后 她的伤害才开始逐渐上升 后期六神装的女娃 击退加消耗效果十分显著 团战卡位让人烦不胜烦 甚至一个大招 就能打掉脆皮大半骨而起 女娃其实很强 但由于太过于偏后期 所以就总被玩家低估 第二位 沈梦希 记得最早期的沈梦希 实际上是一个蓝条英雄 之后因为太强势 而被改成了能量条 所谓的能量条 只不过是限制了 沈梦希的炸弹数量 尽管如此 沈梦希在操作难度 变化不大的情况下 依然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清线快 支援快 逃跑速度快 沈梦希的团战能力其实很强 大小炸弹 对敌方后排的输出空间 有极大的威胁 不过她的热度 仅为T三级 也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炮台法师 最后一位 高剑梨 高剑梨的现状和女娃十分相似 一直处于不被看好的位置 最其实和她的主定位有点矛盾 一般来说 法师需要贴脸作战的 大多是刺客型法师 例如火舞 司马懿这一类法刺 都具有位移能力 高剑梨就不用多说 不贴脸哪来的输出 但是她没有位移啊 这样就不能算是法刺 说她是炮台法师 光靠一技能的弹射 不光施法距离有限 就连消耗性能都很弱 但不可否认的是 高剑梨出辉月带狂暴 击步后排的能力很厉害 实际得到 甚至能送给对面一波团灭 虽然高剑梨一直被低估 不过也有玩家拿高剑梨去低端局炸鱼